美債最後的甜蜜點 可能真的要來了 那麼聯準會的主席鮑爾 上週表示 要降息的門檻變高了 但是要升息的門檻更高 市場原本還有一些懷疑 因為今年第一季 美國的通膨還有就業再度加速 才導致了美元的強升 美債的殖利率就衝高 加劇了全球金融的波動 但是上週五公布的非農就業報告 可能不只讓鮑爾送了一口氣 許多期待降息的投資人 或許也一樣 從疫情之後 美國就業市場的熱度 就是一直居高不下的 即使聯準會把利率 維持在二十多年的高點 過去幾個月的新增就業人數 仍然是加速的往上 連續的超乎了預期 在三月份甚至衝破了 三十萬人的大關 但是最新公布的四月份 新增就業人數 大幅放緩到了十七點五萬人 成長的速度 創下半年來了新低 而且是遠遠低於市場的預期的 失業率也是小幅的上升到了百分之三點九 這可能顯示升息的後座力 終於開始讓整體的就業市場降溫了 雖然單憑四月份的數據下降 不足以斷定就業的熱度會持續的冷卻 但是對聯準會來說 這代表趨勢整個是朝著對的方向來前進 而伴隨就業放緩更關鍵的另外一個數據 就是薪資的成長了 聯準會一直都很擔心薪資成長加速 會帶動通膨再度的升溫 就像過去幾個月市場所見到的狀況一樣 但是美國四月份的平均時薪成長幅度 意外放緩到了百分之三點九 創下了近三年來的最低 這使得市場的降息預期就提前了 利率期或市場原本反映 聯準會最快要到十一月份 美國的總統大選之後才會開始展開降息 但是現在預期最快在九月份降息的機率 已經上升到了五成左右 那有經濟學家就表示 美國第一季的就業意外的強勁 移民的增加可能是一大原因 但是在這些短期的因素之外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長期因素 可能導致就業市場越來越緊俏 那就是生育率的下滑了 最近的統計就顯示 去年美國的生育率降到了1.62 創下一九三零年代 有官方記錄以來的歷史新低 距離能夠維持人口結構 穩定的人口替代率 現在是越來越遠了 那目前美國壯年人口的勞動 參與率已經達到了二十多年來的最高 而新生的人口越來越少 代表美國未來會越來越依賴 外來的移民去保持就業市場的活力